印度突然狗急跳桥 打不过呢就直接抢了 最近有消息指出 印度塔塔集团将以108亿卢比 也就是不到9.5亿人民币的价格 强行收购印度微博51%的股份 并且要求收购后的合资公司 必须由当地名商主要 三销网络必须本地化 而之前一个季度呢 微博刚刚超越3000成为 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一品牌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这印度就是杀猪牌啊 然而为何不顾吃相喂哪般呢 这营销环境这么烂 难道他不害怕 死后门上门吗 实际上呢 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 已经到了不得不硬 政治可撕破脸 也要来搞微博的地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2014年 印人党上台开始 无论我们怎么看 至少在纸面上呢 印度经济那是蒸蒸日上的 2021年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2023年GP达到3.7万亿 既然发展稳重效好 那自然要兼顾一下吃相了 虽然坑外资企业 但是也不能太坑吧 起码特斯拉苹果等企业呢 还是会受到印度的保护 微博小米呢 也能勉强在印度做生意 然而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啊 从去年开始呢 印度不惜代价发展 经济的后果开始显现了 2022年到2023年 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口呢 收入和财富份额 分别增是22.6%到40.1%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富豪广下千万坚 与此同时 印度青年人战 失业劳动力近83% 女性劳动参与力极低 15岁以上的女性 因为工作获得报酬的比例 仅为13% 贫富差距严重分化 大众越来越不满 而且连印度最引以为傲的 经济数据也开始露馅了 英人党上台之前呢 印度邻国孟加拉 人均GP比印度的20%左右 目前呢 已经反超了20% 而中国印度的经济差距 从十年前的三倍 增加到现在的五倍以上 这对于民族自尊心 极强的印度来说 简直是可忍 孰不可忍啊 经济发展线的原型 结果就是2024年印度大选 为了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强硬 直接拿微博这样的 外资企业来做法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印度 那是全球坏下的杀猪牌 那现在的印度 就是毫无顾忌 吃相的黑点 谁信谁倒霉 谁去八层屁 跟印度合作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比亚迪了 不投资 不建厂 仅出口 而且呢 还有先前后货 不然微博和小米 那就是前车之间了